10月10日FIO英雄会 手游视频人才择优计划在京举行 导演高兮兮编剧于正 与演员张新宇悉数到场 张新宇透露 在新剧《神雕侠侣》中 自己扮演的角色李莫愁很忠性 和自己在生活中的感爱感恨的性格很像 因此对角色的理解更为深刻 并为自己在《神雕侠侣》中的表现 打了85分 不过他也表示 不建议尝试女扮男装 反串诸如曹操 诸葛亮之类的人物 更现场是好导演高兮兮 欲反串其三国题材电影角色 现场更有男粉丝捧千花现场求婚 然后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肯定会一直爱你 然后这个期限一定是一万年 不比一万年还要更多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 接受这个 我接受 我还有个接受 我们拍得到吗 你问他你问我吧 他又不是我的人 但是其实刚刚他说一句话 我还蛮感动 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 对 腾讯娱乐整理报道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我爱你 我爱你